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新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發表了他任內的第一份國情之文 他所說的內容 簡直是使人對歐洲的印象耳目一身 因為他的對華態度 比起以往多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 乃至現任歐洲國家的領袖都要強硬 當歐洲進入後默克爾時代 似乎歐盟亦想採用其他手段 來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 就多於繼續採用談判的方式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位馮德萊恩在國情之文當中 首先提到 原本他都認為中國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夥伴 但當進行歐中視像峰會以後 大家都知道的結果 就是雙方談到面左左 根本上談不完 各自表述 然後歐洲和中國對於人權的問題 進行了激變 好了 馮德萊恩態度轉變 現在只認為中國是歐盟的競爭對手 而且他還呼籲 說歐洲國家必須要譴責 在香港和新疆所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 他這個呼籲 其實正正是當日歐中視像峰會的延續 因為他在峰會之上 都有當著總書記的面提出相關問題 只不過是不得要領 現在馮德萊恩的這番說法 其實是吸出了一個很大的啟示 在過往好多年以來 西方的知識分子 甚至乎是政界的人士 一直都有一種說法 就是可以採用經濟的手段 來先益一下大陸 再繼而誘導大陸進行政治改革 這個做法其實當年克林頓也是這樣做 批了一個永久最惠國待遇給中國 後來布殊還促成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在這十九年以來 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取得了巨大成果 但到底有沒有引發出 這班西方知識分子和政界人士 口中所說的政治改革 當然就是沒有 甚至乎中國還利用世貿的機制 去入品控訴美國 這些就有 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過去的一段長時間 都一直強調說要和中國保持對話 但他的對話純粹留於表面和象徵形式 究竟有沒有達到他所預期中的效果 大家都心知肚明 現在這位馮德萊恩主席所說的說法 其實就是等同於推翻了和否定了 過去歐盟的對話路線 認為無效 現在他就尋求一種新的出路 他甚至乎在國情之文當中很露骨地說到 為何涉及歐盟價值觀的簡單聲明 都總是會被延誤和淡化的 當某些歐盟成員國 批評歐盟的反應太遲緩的時候 他就想跟成員國說 要大家勇敢一些 並且要轉化成為有效大多數的表決 為何他會這樣說呢 因為採取表決的形式 就肯定會比起 要取得27個歐盟成員國的一致共識 是來得更有效率和更快捷方便 過去歐盟要出一些聲明的時候 就算起草那份初稿是多強硬也好 經過了27個成員國看完之後 出到來最終的顯詞用字 一定會相當溫和 因為在這27個成員國當中 有些國家有親俄的 有些國家有親中的 甚至乎是一帶一路國家來的 出到來那份聲明 怎會強硬得呢 要取得27個成員國的共識 根本上出到來 就只會成為一個三不像的物體 現在他說用表決的形式 當然就方便很多 因為只要有一半的成員國 同意聲明的內容 就已經出得了 所以如果在日後 歐盟真的做到馮德萊恩所提倡的事 一定會換言一身 另外馮德萊恩還預告 歐盟可以推動類似於美國的 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以便可以迅速制裁那些侵犯人權的官員 另外他又提到 說有不少的歐盟成員國 因為和中國有經貿往來 所以就不敢對牽涉中國的問題發聲 哇 這位歐盟委員會主席真是厲害 不惹小 以往哪有一個歐洲領袖 夠膽說這番話 刷鞋的就大把 好像他那麼強硬的 就真是少有了 最後他還指出 說歐中之間長期呈現著 不平衡的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 他說如果中國再不開放市場的話 歐洲就會有所行動 當然他亦沒有表明有什麼行動 但我就相信 一個歐洲領袖 連表態都那麼強硬的時候 都很難是拋浪頭 或者是不作為 接下來就是另一件關於中國的消息 俄羅斯持續對印度出售武器 但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竟然為俄羅斯補教護航 還激怒了一群小粉紅 中印邊境衝突 其實是在6月初發生的 但到6月底的時候 當印度外交部長去莫斯科出席 越兵儀式的時候 竟然趨速俄羅斯叫他們 快點交付一批防空導彈 俄方不僅同意 而且還對印度加碼出售 1000部坦克和33架戰機 還以非常低的價格 出售大量戰機引擎給印度 這些做法明顯是 替大陸眼眉沒有分別 因為6月底的時候 已經發生了中印邊境衝突 你說如果俄印之間 一早談好一些合約 你叫他提前交貨 這樣也無可厚非 但在明知道中印邊境衝突發生後 仍然是加碼對他出售武器 這就完全不給面子 明知道雙方已經互相不努力對家 已經臉紅耳赤 甚至已經出現軍事衝突 他還要向你對家賣東西 所以有很多小粉紅在網絡上出聲 看不過眼 但偏偏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力牌中意 他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 俄羅斯向印度賣軍火 首先他斥責有些網民 將這個問題無限誇大 竟然總結這件事 成為俄羅斯幫助印度對抗中國 又說俄羅斯選擇站在印度那邊 這是非常誇張的說法 甚至可以說是胡說八道 如果不是他應該不賣武器給他 他賣武器給印度 不是對抗你中國 就是對抗巴基斯坦 不是他還對抗誰 所以你說這個說法是胡說八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理解才好 至於老虎又提到 俄羅斯和印度之間的武器交易 並不是針對中英國 中國的任何國際關係學者 對這個基本情況都是清楚的 實情他賣武器給印度 當然不是純粹針對中印衝突 他還可以針對其他國家 但在目前中印關係去到冰點的時候 他不斷吹俄方交貨 你說他不是為了針對大陸 是為了針對誰 難道買回來當擺設 接著他還提到 這是新概念 他說中俄是戰略夥伴關係 對兩國都有頂級的重要性 但是兩國是結叛不結盟 不是盟友 什麼叫做結叛不結盟 這些又是你自己想像出來的東西 你認為俄羅斯和中國之間 是一個萬古長青的友誼 但到底俄羅斯怎麼想 真是只有普京自己才知道 其實俄羅斯自從清朝開始 已經在賺中國 沒有變成不是的 經常都拿著數 又抽水 又各樣土地 又在戰場上撿死雞 最後還輸出共產主義去中國 好了 胡錫進說有些力量 是想損毀中國這個極為重要的國際戰略資源 將中國推入真正的孤立 幫美國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圍堵 其實這番說話 正正透露了他的思維模式 就是擔心中國在戰略上會遭到圍堵 所以對於俄羅斯就可以寬盟大量 就可以採取雙重標準 俄羅斯對印度出售武器 就沒問題 但法國或美國對台灣出售武器就不行 這些叫寧與外邦就不與家佬 這種思維長期存在 但這班人的判斷究竟是否正確呢 俄羅斯是否他們想像之中那麼可信呢 其實歷史就已經講明了一切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